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7年1月10日 湖北省发生一起恶劣的杀人事件 警方到达命案现场时 眼前的景象让民警们惊呆了 被害人双耳被割下 脸颊有一道从左到右的贯穿伤 死相十分惨烈 经过警方的调查走访 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许祝成 将许祝成抓捕归案后 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当民警们问到许祝成为何要对受害人痛下杀手时 许祝成眼面哭泣 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悲剧 许家领头阳许祝成是湖北省襄阳市宝康县黄宝镇人 家里一共有兄弟五个 许家素来以门风阵 人丁旺 在镇上出名 兄弟五人也是出了名的兄友弟公 为人和善 许家在黄宝镇算得上是领头阳 八十年代末期 下岗风潮猛然袭来 镇里的工厂大批量裁员 一时间村里的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此时的许祝成毅然决然离家打工 带着全家的希望 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许祝成从小变聪明能干 头脑精明 性情刚直 深受同龄人的尊敬 在许祝成的带领下 小镇青年都辞别了父母 走上了出门打工的道路上 这一走就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里许祝成凭借他的聪明和勤劳挣了不少钱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里盖了两栋新房子 这可把弟弟们羡慕坏了 他们也想和哥哥一样为整个大家庭做一份贡献 而不是做一个在家混吃等死的吸血鬼 不久 许祝成带着兄弟三个共同出去打工 留下了老五许汉乔在家 彼时的许汉乔刚刚结婚 结婚对象更是十里八村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叶小林 许汉乔天天心疼媳妇都来不及 一听要把媳妇扔在家自己出门打工 就一百个不愿意 许祝成到底是一家人的顶梁柱 知道自己的弟弟因为恋妻而不愿意离开 便给弟弟留下了不少钱 还给弟弟在老家谋了一份工作 赚得不多但也算是能够养家糊口 同阵的年轻人出去打工得越来越多 衣锦还乡的人数也多了起来 兄弟几个也纷纷搬出了许家老宅 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屋 只有许汉乔自己每天都和二嫂和父亲住在一起 久而久之 许汉乔心里也感到了一丝自卑 1995年年夜饭后 正在收拾碗筷的叶小林 突然把许汉乔拉到椅殿 劝说丈夫跟着许祝成一起出去打工 自己则留守在家照顾老人孩子 本以为许汉乔能够同意 但乃成想许汉乔只是局促地看着叶小林 叶小林明白 许汉乔这是希望自己也能跟着一起去 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俩一起出去打工 把孩子丢给我父母 行不行 许汉乔眼眸一亮 叶小林知道事情成了 许汉乔很快找到了许成柱 希望二哥能够带着自己和妻子出门寻一份工作 许柱成对自己最小的弟弟也最是上心 一口答应了下来 并带着许汉乔和叶小林一起踏上了前往城市的汽车 哪曾想正是这个决定却将自己的命运带入了深渊 黑暗中得复仇者 在许柱成的带领下 许汉乔和叶小林在许柱成所在的工厂找了一份工作 许汉乔本身就是老实性子 找到工作后更是埋头苦干 只想着能够多赚些钱让妻子过上好日子 从未出过阵的叶小林 却被城市的花花世界蒙蔽了双眼 加上叶小林的长相本就十分出众 名模好尺 柳叶湾眉 工厂里的许多男人都对叶小林献殷勤 叶小林的内心逐渐躁动了起来 这些男人中最让他喜欢的是个叫做周勇的男子 周勇面容方正 不同于庄稼汉子的常年种地导致的驼背 他身材挺拔 见眉心目 刚刚25岁的叶小林被迷得七婚八素 周勇此时深深地喜欢上了叶小林 但叶小林此时毕竟已经有丈夫了 道德的底线死死地压制着叶小林 让他不敢于举 周勇可不管这些 他大胆地向叶小林表达自己的爱意 浪漫的公式像洪水一样瞬间包围叶小林的身心 叶小林最终还是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和周勇搞起了暧昧 有人在时两人是正经不过同事 无人在时两人又像是亲密无间的恋人 两人都相当享受这样的关系 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1996年深夜场子里放电影 叶小林答应了许翰乔耀和他一起去看电影 哪知道当天周勇找到叶小林 希望晚上能和叶小林独处 这让叶小林犯了难 一边是对自己极好的丈夫 一边是英俊潇洒的地下情人 最终欲望战胜了李治 许翰乔要带着叶小林去看电影时 叶小林假装头痛要在家休息 没有办法 许翰乔只能和哥哥许柱成同去 两人前脚刚走 周勇后脚就进了叶小林的屋子 情人相见 欲火焚身 周勇再也克制不住对叶小林的渴望 叶小林房间的灯关了 此时的许翰乔还被蒙在鼓里 说来也巧去看电影的路上 许翰乔和许柱成两人不知怎地聊到了叶小林 许柱成对许翰乔说 最近场子里都在传 说小林和周勇不清不楚的 你知道不 许翰乔摸了摸脑袋说道 我知道阿哥 他们竟会瞎传 没有的事 我相信小林 说住说住 许翰乔一拍脑袋 哎呀 小林现在头疼 我得回去照顾照顾他 许翰乔一边说一边往家走 许柱成放心不下 弟弟也跟着弟弟回到了家中 刚刚进门刺耳的声音 传进了许翰乔的耳朵里 许翰乔脸色一白 急忙朝着房间走去 打开卧室的灯 眼前的一幕让许翰乔无比的心痛 他跪坐在地上 呆呆地看着周勇和叶小林 这时的许柱成也赶了过来 看着弟弟的模样 无比的心疼和内疚 许柱成对着周勇面门就是一拳 许家兄弟对周勇一顿拳打脚踢 随后便将周勇扭送到了派出所 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 但被捉奸在床的周勇不死心 没事就来和叶小林搞暧昧 许家兄弟想着 这也不是办法 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徐柱成让许翰乔带着叶小林赶紧回家 自己则留下看着周勇 千算万算没算到叶小林对周勇的感情 竟然那么深 回到家后他每天茶不思饭不想 为了和许翰乔离婚 想尽办法找茶 许翰乔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无能为力 终于有一天同意了叶小林的离婚申请 叶小林拿到离婚协议书后 收拾东西回到娘家后 迫不及待了拨通了周勇留给自己的电话号码 周勇当即表示过几天就到叶小林家提亲 此时许家兄弟也从别人嘴里听到了叶小林要再婚的消息 一个个怒不可遏要上叶家讨个说法 就这样 兄弟五人趁着夜色来到叶家门口敦服 果然看到了刚从叶家出来的周勇 徐柱成愤怒之下一步冲了出去 抓住周勇就要去派出所 周勇当然不同意 两人便撕打了起来 徐柱成打红了眼 拿起菜刀就割下了周勇的耳朵 并朝着他的面门砍去 等到徐柱成逐渐恢复了理智 眼前的一幕让他吓起了一身冷汗 连忙带着几个弟弟跑了 警察找到徐柱成时 他已经连续几天时不下宴 每天晚上都会被周勇的脸下行 看着抓捕他的民警 徐柱成竟然松了一口气 最终徐柱成被保康县警方 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徐柱成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个许家的大好青年 因为冲动毁掉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让人唏嘘不已 法律分析 许柱成故意杀人 魏施摩没有被判死刑 回溯案情 我们不难发现 许家的悲剧不是感情的悲剧 许家真正的悲剧是人情世故的悲剧 是面子的悲剧 本案中 许汉桥和妻子叶晓玲已经离婚了 即便是叶晓玲在嫁 许家兄弟也不应该如此坐位 为了许家的颜面 为了许家所谓的门风 徐柱成杀害了周勇 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这是传统观念和现代自由恋爱之间的较量 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徐柱成因为故意杀人 锒铛入狱 周勇则用死亡为自己的道德败坏买单 徐柱成因为弟媳叶晓玲婚内出轨 早已对周勇怀恨在心 只是因为弟弟许汉桥始终放不下叶晓玲 而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 知道叶晓玲和弟弟刚刚离婚 便要再婚后 他感觉自己的家庭受到了奇耻大辱 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 在周勇和其司打时 拿起菜刀割掉了周勇的耳朵 又一刀砍向其面门 这样的做法在主观上已经带有强烈的希望被害人死亡的观念 符合我国法律对于故意杀人罪的判定 杀人后 徐柱成没有自首情结 在法院裁定下 选择判其无期徒刑 当然 很多人也有些疑问 既然徐柱成故意杀人成立 为什摩没有被判处死刑呢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在对故意杀人罪量刑时 对于因婚姻家庭 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 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 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 法律人的底线 道德是人的基石 没有法律人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底线 没有道德 纳摩周勇的惨剧将会无休止地上演 追求真爱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选择爱的权利 但选择爱的方式一定要恰当 不能因为你所谓的爱去伤害 另一个无辜的人 对于此事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下期 您视频现 再见